晨曦的微光慢慢穿透了云层,将淡淡的金黄洒落在山间。 被鲜血染红的大地上,不知名的野草贪婪地吸收着死者的遗留,试图让自己生长得更高更茁壮。 几只突就在天空盘旋,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俯冲下来,享受这份盛宴。 虽然一夜没睡,但珊姆威尔依然神采奕奕,正指挥着手下打扫战场,安置俘虏。 这一仗终于是胜了,而且是酣畅淋漓的大胜。 珊姆威尔明白,这一场胜利对他来说,意义极其重大。 首先,他征召的那批新兵经过这一次洗礼,已经不再是光有个架子的板上, 而是他可以依仗的强大武装。 其次,他本人也因为这一场胜利,收获了大量的声望。 原本他是河湾贵族中有名的废物,除了那些被他征召而来的新兵,没有人看得起他。 但现在,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中,都充满了崇敬和尊重,已经真正将他当成一位开疆阔土的领主了。 最重要的,便是经历这一战,新领地将再也不用担心受到野人的袭扰,至少在这个山谷附近,已经没有哪个野人部落有胆量,有能力,对他造成威胁了。 这时,托德走了过来,攻身向山姆威尔行了一礼,道。 大人,这场战斗的初步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 经过这场胜利,这位提利尔家族的骑士在面对山姆威尔时,态度也明显恭敬了许多。 情况怎么样? 我们共有21名战士不幸牺牲,还有30多人受伤叫重,不过,却击杀了230多名野人,俘虏近千人。 说到最后,这位酒精沙场的私生子骑士都有些不敢置信。 他参加过不少战斗,却从未见识过这样夸张的战果,尤其他还知道,眼前这位开拓骑士率领的还只是一群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 即便对手只是装备稀烂,组织力更烂的野人,这样一场辉煌的胜利也足以让这位年轻的骑士迈入河湾优秀将领的行列了。 塔利家族还真是盛产将军啊。 这一刻,托德再也不敢将山姆威尔跟废物之名联系在一起了,在他看来,这要么就是一个误会,要么就牵扯到塔利家族内部某些肮脏的阴谋。 嗯,妥善安置伤员,牺牲的战士们,按照我之前承诺的标准,发放抚恤金,前你去跟家文要。 是,大人。 抓到野人首领了? 抓到了,这次进宫是由附近一个名叫虎牙的部落发起的,组织人是部落组长的三个儿子,他们都已经被俘了。 好,带过来见我。 是。 等到虎牙三兄弟被带到跟前,沙姆威尔才发现,其中一人,赫然就是昨夜在战场上对自己造成致命威胁的那个可怕野人。 我们又见面了。 沙姆威尔笑呵呵地打着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气卡。 气卡咬着牙,从齿凤间吐出几个字,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沙姆威尔,像是一言不合就要冲上咬断他的咽喉。 沙姆威尔自然不会害怕一个败军之将,何况对方的双手双脚都被绑着。 气卡,我们没有仇吧? 我也没有伤害过虎牙部落的任何人,但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气卡轻哼一声,怒道。 你们河湾人每到一处,就会占地建成,砍伐森林,狩猎野兽,但这些都是神灵给予我们的恩赐。 现在都被你们毁了,居然还问我们为什么要攻击你们? 这些生存资源可没贴标签,你凭什么说是神灵给你们独享的? 为什么不能共同开发? 呵呵,你既然胜了,这片山林自然都是你的,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要杀便杀,虎牙部落的勇士没一个怕死的。 是吗? 山姆威尔看着毫无聚色的三兄弟,忽然心生一计,道,不过,我又没说要杀你们。 你不杀我们? 气卡皱了皱眉,问道,难道你是准备让我们做你的奴隶? 山姆威尔再次摇头,奴役他人是对欺神的冒犯,亡国法律也明令禁止续养奴隶。 不做奴隶,难道你还会放了我们?老二气目忍不住开口问道。 没想到山姆威尔居然点了点头。 哼,你会这么好心? 气卡明显不信。 我原本就没有打算与野人为敌。 山姆威尔一脸坦诚,只是你们根本不给我展示友善的机会。 刚才我说过,大自然的馈赠不是你们可以独占的。 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合作伙伴,成为朋友,甚至亲人。 你们河湾贵族向来都是说得好听。 气卡不屑道,但还不是想让我们向你臣服。 山姆威尔笑着反问,向强者臣服难道不是天经地义? 你们部落里难道不是如此? 这番话倒是气卡哑口无言。 野人确实都是强者为尊。 但随即他就闷声道, 只有虎牙部落的族长,也就是我们的父亲,才能决定是否向你臣服。 所以我想见你们父亲一面。 好,那你先放了我们,还有我们的族人。 山姆威尔却摇摇头道, 你们的这次进宫让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必须要有相应的补偿。 什么补偿? 那些被我们俘虏的族人, 必须留下来给我修建城堡, 完工之后才能离开。 这不就是让他们做你的奴隶? 刚才还说不会续养奴隶, 果然是虚伪的贵族。 气卡轻哼道。 山姆威尔没理他, 继续道。 而你们也必须付出代价, 以作为挑起这次争斗的惩罚。 什么惩罚? 上百人因你们而死, 而惩罚必须对等, 所以自然也是死亡。 气卡哈哈大笑, 所以你还是要杀我们, 之前说的都是屁话吗? 山姆威尔再次摇头, 不,我只杀你们其中一人, 另外两位我会放了, 以此来表示我愿意与虎牙部落和解的诚意。 三兄弟愣了一下, 随后才几乎同时问道, 你要杀谁? 山姆威尔神秘一笑, 道, 这样吧, 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究竟由哪一位来为那些死者赎罪吧? 随着山姆威尔说完这句话, 现场的气氛忽然变得微妙起来。